字幕志愿者 李宗鑫 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鑫 昨天科技股領長 納斯達克創了歷史新高了 今天台北股市 老師今天台北股市 沒有怎麼樣 指數還回檔對不對 今天指數還跌了50幾點 不過今天的盤市 應該是比較多投資朋友開心的 因為今天的航運股 哇 終於今天 稍微還以顏色 稍微漲了一些 也讓套了比較深的投資朋友 可能賠錢的幅度 稍微縮小了一點 不過在這股市裡面 強勢股和弱勢股 真的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別 因為弱勢股三大類股是什麼 航運 鋼鐵 面板對不對 面板已經這兩天 昨天利多出來漲了 今天換航運股長 老師那下禮拜鋼鐵有沒有機會 我個人認為是有機會 因為本比也偏低了 只是股價永遠是反映未來 你要記得是反映未來 所以很多現在你認為很高的股票 或者一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你已經覺得 老師已經高不可攀了 那些股票例如說智元就好了 智元空單昨天還增加 昨天還大增 可是昨天外資 包括投信 兩大法人 在昨天智元 高檔再噴第二根漲停的時候 還在追智元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一直覺得 老師這個奇怪 法人到底要幹嘛 拚命追高 其實不是嗎 不就是這樣嗎 你看智元是不是 噼哩啪啪一直漲 這就是我在節目裡面 強調N變的效率 你那些低單股票也許也會上來 有一天 只是什麼時候上來 上來會漲多少 這是大問號 Question mark 對不對 好 你看到現場 目前現在最強的族群 就是所謂的 我在一個多禮拜前就講 電子類股裡面的正規均 中小型的電子股 其實投信外資 尤其是投信 琢磨很深 所以在一個多禮拜前 在大四六號跟各位分享 電子重回主流 那個時候連續三天 成交量回到六成以上 是4月15號以來的第一次 從4月15號 電子的成交量不到六成之後 連續三天 終於在10月21號 到今天已經連續九天了 電子類股回到 來到六成之上 所以主流在電子 我記得在前兩天 跟各位分享這個圖 對不對 因為我們買資源 買了什麼時候 我們不是買在 10月15號這天嗎 買了132塊半嗎 當時在10月26號 資源已經漲了35% 長江海運 才漲3.5%對不對 當時我說 如果你把長江海運 同樣在10月15號那天 93塊半換 93塊9換掉 換成資源的話 漲了35% 相當於長江海運 漲了126塊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個是35% 一個是3.5% 好 這個是什麼 這位是 這個在我們Light at上面 Light at上面 一位投資朋友跟我分享 他說感謝李老師的精準分析 這位投資朋友也很開心 他直接截圖 截手機的畫面 也截了我在節目裡面 提到這張圖 對不對 就是剛才各位看到這個圖 其實資源 我們在10月15號 130幾到現在 今天已經210幾了 有沒有誇張 從10月15號到現在 不到半個月吧 差不多剛好半個月 剛好半個月 漲了60幾% 這就是操作 老師強制股怎麼那麼強 法人拼命再追 昨天投信外資 兩大法人拼命聯手 繼續追 今天幾乎又開快漲停板 老師這強到不行 這就是所謂的 操盤手的操作模式 這是昨天 在節目裡面跟各位說的 對不對 已經 從132.5%漲到196.5% 漲了48%了 漲了48%了 相當於如果 長榮你從93塊半賣掉 已經漲到139.3%了 各位你知道今天 如果當時你把長榮賣掉 換成資源 今天你的長榮從93塊多 今天長榮也漲了 今天也漲了 但是換成資源 你知道今天的長榮會變多少錢 變成152塊 也就是說你套在150以上的長榮 很慘很不幸它跌到90幾 在10月15號你把它換成資源 你150塊的長榮今天已經解套了 這就是個太弱換牆的概念 只是太多人都說 包括我們的攝影師朋友也說 老師就是捨不得 其實這就是人性 股市就是一個考驗人性的市場 不是說你的IQ夠不夠高 很多在職場上呼風喚雨的 所謂的經理人 在他本身的行業裡面 是佼佼者 是CEO 可是在股市 往往都摔一大膠 為什麼 不是他不聰明 他非常聰明 他本業非常厲害 但是到了股市 到了股市就不是那麼回事 因為他就是一個考驗人性的市場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套你的方法 來選擇你的操作 我的操作很簡單 我的操作就叫做效率操作 所以我們一定選擇 籌碼最好的強勢股 就像我在大世界話常說的 籌碼強勢股 為什麼會選到資源 各位還記得吧 對不對 因為吃法蘭豆腐 因為當時的投本筆 六天他是第三名 十二天他是第二名 所以隔天在這裡我買進 當天就現買現漲停 然後這個圖漲停板太多了 我們就不看了吧 已經好幾根了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真是 了不起 今天繼續往上 往上今天 來 昨天我還說你看 資源頭戲買了怎麼樣 這昨天大世界話的圖啊 一直買一直買 買了三萬多張了 劈哩啪啦一直買 昨天還在大買 有沒有看到 昨天大買 今天呢 漲到215.5了 漲到215.5了 漲幅62.6% 我說嘛 如果你九十幾塊賣掉長榮海運 換132塊半的資源 漲六十幾% 你的什麼 你長榮海運 買在150的 今天已經解套了 老師那我的130的長榮會不會解套 這是很多投資朋友共同的問題 我說換股啊 老師捨不得啦 其實在第一時間 你這裡啊 我當時在節目裡面不是說嗎 這不是做空訊號嗎 第一時間平台這裡 第一點突破 跌破 不管你買在120 130 這個地方都該賣掉 這裡 再看看要不要把它撿回來 對不對 我們空檔也回補啦 不是嗎 是不是空檔回補的訊號 是不是 所以操作上 你跟著系統做啊 你這裡 長榮海運做空會不會賺錢 會不會 從110幾 120幾 不在90幾有沒有賺錢 有啊 怎麼沒有賺錢 只是 你的操作邏輯有沒有改變 我們很簡單 就按照我們的系統 按照量價籌碼幫你打的分數 就照做就好了 即使各位你不做空對不對 那你也不要做多嘛 是不是 那要做多 找我們系統有做多的標的就好了 對不對 就像常榮做空 那我老是我不做空呢 那有啊 那就買資源啊 是不是 就那麼簡單嘛 所以 這些觀念我在每天大事的話 都有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什麼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I 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就像剛才給各位分享的 那位好朋友說的 感謝我們的 感謝我精準的分析 我也謝謝他 準時每天收看 那如果你想跟他一樣 每天看到大事業化 甚至是籌碼表格怎麼做呢 來 你趕快加入我們的Light at 趕快加入Light at之後呢 點擊右上角的記事本 就這裡 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還有大事業化 或者是周日的小學堂 就像那位好朋友貼的圖一樣 他可能應該是在手機看的吧 手機看了我們的節目 然後呢 感謝我們他把圖截下來了 那今天其實 不要說航運股跌升反彈 那個叫做跌升反彈 但是有什麼族群 什麼類股今天最飆 什麼 是不是電池模組 是不是電池的 是不是 是不是電池的各位 那是不是在第一天跟各位分享 10月25號 有嗎 是不是 是不是在10月25號跟各位分享 康普啊 對不對 25號啊 為什麼這麼愛他 因為他這樣子啊 老師他本益比不低耶 常常本益比他低得多了 對 股價是反映未來 他不是反映過去 所以 未來因為他為什麼會漲 因為特斯拉跟寧德時代簽了長約 所以 寧德時代在台灣的供應鏈 包括康普 美吉馬和聚合 都受惠 所以今天這三檔又都漲停了 是不是 那我們系統是不是同一天出現訊號 有沒有 我有沒有第一時間 在節目裡面分享 是不是 對不對 隔天他又漲停 隔天又漲停 那我記得有一天 從長紅拉下有去買的 還在加碼 康普 我們還在加碼 這天吧 這天掌停打開了 第二天這裡 這裡 拉回來 第二天這裡掌停打開這裡還在買 當天沒有所漲停 衝上去拉回來這裡還在買 還在買 對不對 27號來 28號 29號來 有沒有 是不是恭喜漲停 尊榮會員的 盤中光漲漲了170.5元 非常恭喜 今天有沒有 所以 其實就是這樣子 這是不是最強的股票 是不是指標股 對不對 那我們 昨天吧 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說 我跑去買聚合 聚合 聚合是不是也是25號 是不是 對不對 昨天為什麼買聚合 來 27號 昨天是28號 對不對 27號外投本筆 第一名是誰 聚合 買第一名 外資買了3% 一天買3% 好 對不對 27號外資大買 是不是 27號 來 對不對 外資大買 好 28號怎麼做 我昨天不是說 我拉回來買的 運氣還不錯 收到平盤以上 好像收盤小漲一毛 我買在這裡 收盤漲一毛 也沒賺多少錢 連一塊錢都不到 連一塊錢都沒賺到 對不對 聚合昨天是公開說我買 跟那天康普一樣 公開說買進去 今天我印圖還沒漲停 收盤漲停板 所以昨天不趁拉回來買 今天你怎麼買 請問一下 追嗎 追又怕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拉回來買 我真的很喜歡拉回來買 你今天要買聚合 真的是追不太下去了 為什麼今天的康普聚合 這些電池大漲 因為昨天美其馬公佈 公佈它的9月份獲利 哇 令市場驚豔 其實這個真的很難 對很多人來講 股市不就是這樣的嗎 它永遠反映未來 之前你都不曉得它漲怎麼回事 它獲利也沒很好 就像資源一樣 獲利有沒有很好 也沒有很突出 跟航運股比起來 資源的本益比高不到多少倍去 資源怎麼跟航運股來比 航運股賺那麼多錢 資源才賺那一點點 一個月才賺 九月份才賺六毛錢 了不起 對不對 人家航運股一個月賺多少錢去 是不是 怎麼天差地差這麼多 重點 股價永遠是反映未來 其實均線它就是個趨勢 你看 資源均線多頭排列對不對 航運海運空頭排列 所以目前先看反彈 主流最強的族群 仍然是業績好籌碼家的 中高價電子股 不過有一個好現象就是 中高價電子股 拉開比較空間之後 中低價電子股就有機會了 所以當然你看到 康普美西馬 老是都100幾塊 可是聚合就這樣上來了 不是嗎 美西馬同樣都一樣 25號 都是25號有沒有 全部都是10月25號 26號再往上衝 對不對 這兩天都在整理 昨天還在整理 你這兩天如果不切入 今天怎麼買 昨天公布業績 哇這麼亮麗 哇 沒多久掌停就鎖起來 所以其實真的不難 很多投資朋友看到這股的障礙 有點唉聲嘆氣 老師我怎麼還對不到 各位這樣想 我又沒有跟上 其實我剛跟中視的朋友說 這樣子吧 你下次我們在節目上買一張吧 買一張看看 你沒有買過標股對不對 沒有買過強勢股嗎 沒有買過 你認為高檔的股票嗎 你都喜歡買低檔對不對 買低檔的 很便宜的本益比很低的 老師你介紹股票本益比得好高 都得高檔 可是你想想看 那為什麼法人外資投信拼命追呢 為什麼 因為這個操作有效率 這就是效率 這就是操盤手的概念 你看 前兩天我不分享我們那個新會員 他才加入一個多月 他都變操盤手了 晚上一對一 很開心的跟我分享 老師這一個月來我進步了對不對 他買到宏達店 他說老師我根本不曉得元宇宙是什麼 反正媒體說什麼 我是不太care 我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系統有沒有什麼 紅色箭頭訊號出現 左邊沒有人 如果有這樣子的股票出現 然後這個股票就是我比較熟悉的 就買了 就買了 當時不是這麼說的嗎 因為我記得在節目裡面分享過 他加入的第一個禮拜 大概我們就一對一了 但他還不熟悉 當時看到中光購 他是因為我們中光購大漲來入會 但是入會之後 1727中華化買不下去不敢買 對不對 我是不是在節目裡面說的 來 各位看一下 2013 那位會員是因為我們中光購大漲來入會 入完會之後 有了軟體1727中華化 剛好從這裡開始漲沒買 因為當時就是高了 那時候就高了對不對 那時候幾月幾號 九月初 九月初那個時候他就覺得 老師這個地方就已經很高了 就不敢買了 對不對 這裡高不高 高啊 所以每檔標股不都長這樣子嗎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就往後就一直漲 所以我跟他說 來很簡單 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好好練功 好好練功 然後呢 一個月之後 我們再一對一 這是我跟那個會員的 約定和承諾 所以一個月之後 就前兩天 好像禮拜一吧 對不對 他就跟我來分享 他的宏達店 他說 老師我還不只宏達店 今天宏達店是不是又漲停 老師我還不只宏達店 從那位會員 他即使買到那天漲停板了 43塊9 已經快50%了 49.4% 老師宏達店沒賺錢 對不對 你的問題一定是這樣 老師原語之後 都還是概念而已 不知道漲什麼東西 會漲就好了 對不對 大戶不就這樣做嗎 你看 除了宏達店漲停之外 他的親朋好友 不是也大漲嗎 那天我不是有說嗎 2388威勝 這位新會員也說 老師我有威勝 我節目裡面有沒有說 有威勝 還有3508 位數 這三黨今天也全部都漲停 有沒有 所以你看到 康普美奇馬聚合三黨漲停 還有什麼 宏達店威勝位數今天也漲停 六黨全部都漲停 新的微信號 有沒有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分享 有啊 所以你還是要去買那個 弱勢股打底的股票 還是選擇打底已經完成 大戶已經點火 分數達到95分的強勢股 你決定 你要的是在一個月漲三成 還是三個月漲一成 有時候等三個月還漲不到一成 對不對 所以我的操作就是操作 就是操盤手的概念 你想要知道操盤手的概念 你就每天鎖定什麼 每天鎖定籌碼大師的節目 如果你沒有辦法準時 兩點收看節目的話 很簡單 當然你一定要訂閱 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喔 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節奏回來 DNA鑑定結果 顯示兩位並不是母女關係 那麼我的青生女人呢 只要把你拍的影片交給我們就沒事了 你們真的是很可怕的人 周日晚間十點十二點 Penhouse上流收費華麗登場 Fu Panda一點 取餐快速點 外帶自取 免排隊輕鬆拿 首次訂購外帶自取 享五折優惠 泳城國際投稿 秉持呈現 專業 客戶智商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稿 擁有完善制度 抵制應軟體設備 補助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經意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用投資的不二選擇 泳城國際投稿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泳城國際投稿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車禍現場拍照錄影五原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進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全程注意安全 二、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拍攝全景 記錄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耗誌等一併設入 四、拍攝烹撞點、車損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之安全地點 人沒事、車能動 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地震行腦頭不痛 白花油 被溫車咬一口 不怕腫 啦啦啦啦 萬一白花油 回歸歸主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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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這些帆穩乳節嘛 有有有有 要代表說這一套路走的艱辛 艱辛沒在乎 每一個人手上都有個水球 可愛的娃娃 她剛好就會站在這裡 可愛的娃娃 一、二、三 旋轉人 二、二、三 一、二、三 沒有人 當然要當關主真的是不簡單 艾美諾美白修護霜 綜藝玩很大 掌握市場先機 忠實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 籌碼大師林中興 請看忠視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歡迎再回到籌碼大師 上一階段跟各位分享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 所謂的操作的觀念 當然大部分人剛進股市 都是看基本面 不可能看技術面進股市 剛進股市的時候 一定是看這家好公司 我來做一個長期的持有者 然後穩定的跟他配席 配股 可是發現盤中會有價差對不對 隔一段時間賺了 如果賺了不走又掉回來 所以大家會開始去學習 所謂的技術分析 學習籌碼分析 可是當你套牢的時候 你絕對都會以基本面 基本分析來解釋自我安慰說 這檔公司獲利不錯 老師我跟他拚個3年5年配股配息 應該會回來吧 大部分的想法都是這樣 而操盤手的邏輯一定不是這樣 像我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能在一個月裡面獲利三成 你為什麼要等三個月才獲利一成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操作邏輯 所以我的操作叫做操作 我的操作不叫做投資 我不是個投資專家 但是我肯定是一個操作專家 操作專家的操作就是什麼 這個 要有效率對不對 所謂的效率操作 我認為至今有時間價值和機會成本 買在起上點 操作才會更有效率 例如說 前兩天我跟各位蓋牌了 剛剛各位看到宏達店 我說跟宏達店一樣 你不最喜歡就這種嗎 不是嗎 盤整形在剛突破 對不對 紅色箭頭出來95分嗎 說實在不管它是什麼 有量有價就買了 系統幫各位判斷好像95分 照做 昨天 我不是跟各位說 運氣不錯 昨天拉回來我們進場 收盤上小掌對不對 哪一檔 昨天爆大量黑K 這三天就是歷史最 前三大量 在這個關鍵位置爆出歷史 最大量連續三天 我準確不是說 你認為33.3會不會過 爆巨浪黑K 會不會過 哪一檔 康書 6282 他的大客戶接到45億的大單 我相信媒體各位應該有看到 今天 這高點是不是過 昨天爆大量黑K 以你的技術 學的技術分析 爆大量黑K大戶在出貨 是不是 你一定這樣認為 對不對 爆大量黑K 技術分析教的 最大量黑K 收幾乎相對低點 老師這個地方大戶在出貨 我給各位分享的是 量先價行高點會過 這個地方在換手 最強的股票 爆大量黑K 隔天就過高 這個最強 所以是哪一檔 就他 有沒有 暗示各位大客戶接到巨額長約 45億美元的長約 未來獲利有爆發性的成長 股價盤整一年 而且最近的量 這三四天的量 是歷史以來最大量這幾天 量先價行 你認為他股價會長到哪裡去 這就是我的觀點 這什麼 這是操盤觀點 所以很簡單 跟著誰做 自己做嗎 你還要自己做嗎 還是跟著我們做 為什麼要跟著我們做 因為其中的股票 都漲一樣 不是嗎 我們還要說多少次 不其中一樣 所以很簡單 跟著訊號做 因為這些 就是95分以上的股票 跟著籌碼大師 人性弱點 你一定要改變 什麼人性弱點 這個 趨勢對的時候抱不住 趨勢錯的時候捨不得 你要想趨勢對的時候 那你要想趨勢對的時候 想辦法 大抱住 趨勢錯你要捨得的話 一定要跟上籌碼大師的腳步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破打自負專線 成為自負贏家 我們下禮拜見 到這兒 的 我們下廓 為爲 到這兒 一以後 回見 下廓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